高雄的韓音流期 期間我們可以看到 高雄捷運在春節期間 過年單日的運量超過37萬人次 是打破今年春節高捷運量的紀錄 輕軌的部分 初三有4萬2千多人次的搭乘 破了輕軌的單日運量紀錄 期間的渡輪也破紀錄 過年運量達到5萬2百人 是去年過年高峰4.3萬人 紀錄還多出將近1萬人 觀光局估計整個金銀河的燈會 所以在今天閉幕之後 從開幕到現在 大概湧進了34.6萬 參觀的人次是比去年成長了 將近33% 另外在過年期間 高雄的ATM的交易量爆量 是全國之冠 過去大概都是台北市的ATM交易量 才會是全國之冠 從去年12月就比11月 已經增加了23萬筆 這個數字的增幅 也是相當的驚人 同時我們看到寒流 在高雄創造這樣的奇蹟 但是黑韓 柯韓 黑韓的聲音也一直都沒有斷過 為什麼有人這麼熱情的支持韓國瑜 卻也有很多對韓國瑜批判的聲音 逐漸的出來 包括高雄請白冰冰擔任高雄的代言人 就被民進黨過去的前行政院 副發言人丁允公批評說 這個摧毀了高雄的城市質感 雖然他請辭了行政院的副發言人 但是現在到了民進黨去當發言人 繼續要監督高雄的城市質感嗎 另外金銀河的燈會 一開始佈置的時候 還沒有佈置完整 就有人說佛光山的燈區 根本就是蓮花的燈區 這看起來像是法會 看起來像是告別式 一開始就要唱衰高雄金銀河的燈會 另外在過年期間好不容易 可以喘口氣休息一下 韓市長帶著全家到巴黎島去度假 結果很多人批評說 怎麼有一個縣市首長 可以放下過年期間的市民自己去休假 高雄市的前秘書處長還說 他看到韓國瑜春節出去度假 簡直是下巴快要掉下來了 因為城局春節都不出國度假的 另外韓國瑜的政見被批說 沒有辦法兌現 太平島的石油怎麼還沒挖到 愛情摩天輪怎麼還沒開動 迪士尼怎麼還沒來 還沒蓋好 韓國瑜就職才57天 如果迪士尼真的已經蓋好的話 這恐怕也要創下金氏世界紀錄了 另外韓國瑜正應在酒吧開直播 是要行銷高雄的酒吧文化 但是在這一個直播當中 他提到高雄捷運的預算審查會 被行政院卡住了 算一算時間被卡了將近55天 一個審查會55天排不出來 而且接二連三的收到公文 要求高雄市政府在換了市長之後 所有的建設計畫要重新評估 你到底要不要繼續做下去 韓國瑜在酒吧直播當中 抱怨了這件事 結果民進黨群起公知 從總統府發言人到行政院院長蘇貞昌 自己都跳出來 那總府發言人黃崇燕的臉書上面批評說 韓國瑜是一個喝醉的土包子 那這麼嚴重的一個失言的批判 今天蔡英文總統在回廊談話當中的回應是說 這是黃崇燕自己說的話要怎麼處理 他該自己去處理 那有關於酒醉的土包子這件事情 能還給韓國瑜公道嗎 立文 蔡英文其實應該要表達 那他對於他的發言人所講的話認不認同 因為黃崇燕是總統的發言人 他講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代表總統 那如果總統覺得黃崇燕所講的話 不能夠代表他 他應該公開的說 這不能夠代表我 不能夠這樣子對人家做任何的人身攻擊 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黃崇燕失言的話 那黃崇燕起碼要道歉嘛 就算沒有下台 他有要求黃崇燕要出來道歉嗎 我們也沒有看到 黃崇燕是出犯嗎 不是 黃崇燕是壘犯 所以換句話說這樣的行為 是不是被蔡英文肯定了呢 否則的話黃崇燕為什麼 一而再再而三的做這種 大家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失言的動作 那就表示老闆不覺得有問題嘛 可是在這個整體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民進黨怎麼永遠學不乖啊 我覺得任何人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喜歡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覺得 他做的事情是完美的 批評是難免的 但重點是你的批評 是什麼樣的出發點 你是惡意的呢 你是善意的呢 你是為高雄好呢 還是你只要是看到韓國瑜 你就不順眼 就算你看到韓國瑜就不順眼 你批評也有分寸嘛 你不能夠看到他 就馬上就是非常情緒化的字眼 人身攻擊的字眼 你不管怎麼樣 蘇貞昌也是個行政院長啊 你這樣子講的話這麼難聽 黃崇燕是個堂堂的 總統府的發言人啊 對於韓國瑜身為高雄市長 質疑中央是不是給他穿小鞋 今天高雄應該要有的捷運的預算 是不是不給我了 你們應該正面回覆才對 可是你不是 你就罵他是喝醉的土豹子 現在民進黨不一樣啊 人家以前民進黨是穿青蛤穿糙的 我還記得以前陳水扁還笑 馬英九說你是貴賓狗 我是土狗 你是Pizza 我是包子 所以那時候民進黨覺得土是 這樣才跟台灣人無千地勢 所以他認為土包子 是一個包養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他自己是包子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你聽到黃崇燕說 那只是個喝醉的土包子 現在你就是覺得 民進黨的行情不一樣了 現在身分地位不同了 所以民進黨現在是Pizza了 所以民進黨現在對不對 高高在上了 人家比較高貴 我們比較低賤 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民進黨之所以會變成 全國最討厭的討厭最大黨 就是因為當權之後 忘記了以前跟基層在一起 當權之後吃相難看 今天韓國瑜有這種風潮 如果民進黨還是打過頭的話 你只會幫自己製造一個 完全沒有辦法對付的政治對手 對民進黨一點好處都沒有 蔡英文總統這樣子告訴黃崇燕說 這是黃崇燕說的話 黃崇燕自己要去處理 這個有責備他的意思嗎 其實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習慣應該就是這樣 稍微告訴他說 你如果今天捅出這個樓子 你就要去處理了 就我觀察了蔡英文過去 所做事情大概也都是這樣 輕輕點一下告訴他 你自己應該有所反應 如果黃崇燕沒反應呢 黃崇燕沒反應 我想他自己總統也都一直在 對他觀察 我自己認為這件事情 觀察很多次 這次我覺得是稍微 好像就選戰慢慢加進 加上蔡英文總統也宣布要連任 或許這樣一個動作 所以民進黨覺得韓國瑜 一定會參選總統 所以現在要對他施以重手 我覺得多多少少 大家是不是都有這樣的預測 我想有在參議選舉的 可能都有這個猜測及風向 但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本來個性就是比較溫一點 他不是辣台妹了嗎 辣台妹可能在某些 這個政治的角度上 他必須要他自己立場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辣 在領導上我覺得 這點稍微不夠強硬一點 可能必須對黃崇燕 以及等等其他發言人 要有所去要求 畢竟你的發言人代表 就是我總統的態度 如果發表的這些意見 對我沒有幫助 你為什麼要去做 所以我覺得 可能蔡英文總統在這方面 應該更完整的表達一些意見 而不是讓下面發言人去想說 我要怎麼發表意見 就要發表意見 這個東西本來就批評 就是兩面刃 或許大家支持你的 就會覺得很爽 但是不是另一方面不支持你的 反而就更不支持你 我想這是他必須要去考量的部分 不過剛才俊哲講到說 蔡英文總統要去評估 當黃崇燕這樣的發言 對他的選情 對他要連任之路 到底是有幫助還是有傷害 如果是有傷害 他就要有決斷性的處理 有幫助他就鼓勵他繼續這麼說 大老你覺得是有幫助還是有傷害 理論上是負面的 但是因為現在蔡英文的選情 這麼低迷 這個負面也相對不大 所以他選擇 因為傷害不夠大 對 已經沒辦法再掉 因為這個機器很低 所以不容易傷 現在他大概以蔡總統的習慣 就是說我現在去處理他 反而不曉得又要余波盪漾幾天 可以先調到民進黨去當發言人 輕輕帶過反而沒事 不過這件事情 我想從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就是高層 行政院也好 尤其是總統府的很多幕僚的 自己的定位 還有覺得說我該做什麼事情 我的職位是應該怎麼樣才妥當 常常拿捏不住 常常要逾越他的份寸 所以今天你看發言人 他怎麼花了那麼精神 寫他的臉書 又要拿書法家 又要拿音樂家來陪襯 那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文青 他寫得出來 就是要他的文章漂亮 而他實際達到的效果 到底對他的老闆 對他的政府 到底有沒有幫助 他好像不在乎 所以這個是很奇怪的一種 他在乎自己的網路聲量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他還在經營他的事業 還有他在自己的聲望 而這個聲望不是以國家黨派為重 而是以自己萬職懷疑就好 這一點我倒是覺得很奇怪 第二點就是民進黨 這個多年來我的看法 尤其我們年輕的一輩不同意 就是他過程中能夠突圍 能夠出类拔萃 所以能夠選上 或者是能夠真的是 在同儕之中他能夠當選 我覺得都是一些比較激進的 比較尖銳的 比較刻薄的 或是嘴巴比較厲害的 這些人才會出現 所以這些人大家收看 就變成一種刻薄 真的是非常的堅酸刻薄 今天黃崇燕作為政府的發言人 我覺得就算美國總統最刻薄的總統 手下的發言人也不至於講這些話 他今天講這些話 實在是有失一個總統府發言人的身分 跟他的奮計 總統選擇就淡淡的處理 說話是他講的跟我 話是他講的意思就是說跟我無關了 他應該自己曉得他應該如何處理 這個話他也是避開了 他也是就是器重就輕 但是我覺得無妨 反而已經低到這種程度 低迷到這種程度 這個多一個錯跟少一個錯 就無差 但是我是覺得民進黨政府 自從這個九回憶敗選以後 他的重要的三個策略 一個清理戰場 一個是重整隊形 第三個就是再出擊 再用新的策略去出擊 這個清理戰場 清理戰場清理得不乾淨 因為有一些他是有苦難言 清理得不來 重整隊形 老是用這些人 不管是內閣也好 不管是總統府的 最親密的幕僚也好 這個隊形是不好的隊形 因為你搞來搞去 就是一些過去在類似的位置上 表演比較顯眼 比較突出的人受到重用 但是那些凸顯 那些顯眼的點 在今天的氛圍之下 要嘛你就要像韓國瑜 要嘛你就要像侯友誼 侯友誼是故意 土地 乖乖 每個人都好來好去 人家這也有票 六都兩個月下來 他排名第一 這點蘇貞昌比不上他 選舉共同說蘇貞昌很厲害 算也算是侯友誼 所以今天 今天老百姓要的 不見得完全是導向 會講話或什麼之類的 不同的風格 不是都只有韓國瑜而已 韓國瑜那邊不錯 但是侯友誼那邊 神探這一個也不錯 但是我覺得現在民進黨在用的 尤其是在年輕一輩 重用他們的取材的標準方面 既不是侯友誼 也不是韓國瑜 這一點我覺得民進黨要好好想 而且特別是在一個時間點 蔡英文總統才告訴CNN的記者 他要連任 而且他有信心勝選 他要好好的來處理國政 可是他連總統府裡的幕僚 都處理不好 他告訴大家說 他可以好好的處理國政 重點不是這樣 重點我覺得他處理 他大概覺得說我處理 根本沒有處理 我處理的反效果反而更大 所以他選擇不處理 這個我可以理解 問題是黃仲燕這樣子的人 他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他寫完登上去以後 我猜 他還滿得意的 他應該說 他覺得他文筆不錯 他會覺得我這筆不錯 這筆四語越看越欣賞 必走自證路 他如果沒有說一兩天發酵以後 大家要點破說 你這貴婚 我覺得他自知之明的程度 我覺得是很低的 大老這樣講 我覺得蔡英文應該要換掉黃仲燕 他才能夠 因為大老講的沒有錯 民進黨就習慣這種表演方式 他才能夠突出 我最衝 我最拼 我最欣 但是因為現在流行不一樣 你可能變成民進黨的包袱 或是豬隊友 如果蔡英文還是像以前一樣 輕輕帶過就不對了 他的政治訊息就是相反的 如果今天蔡英文說 我不容許這樣的情形 我立刻換掉 全黨上下就知道說 這筆不行 要換白米 他不這樣說 人家就不會換 標示說 白米找沒人 你要去找 不會 俊傑還不給人家找 沒有人 俊傑這一位還滿中肯的 你如果說 你就知道說 現在這個市場沒市場的時候 但是沒市場沒關係 總統會 總統接受就好了 我管他有沒有市場 所以當總統說不可以的時候 民進黨上上下下 才會知道說 現在要改 不然就不會改 playlist Sab this 我覺得 資本 是 你 後面 是 我